大家好 欢迎回到妄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个许散 另外还有我们的新西兰 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点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自从2019年之后 沙田新城市广场就被冠上一个新的定义 是呀 首都 是呀 没错 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就说他们的首都 不过这个首都已经瓦解了 是吧 没了很久了 已经没人提了 就是那一刻才害怕 殊不知在昨天5月19日 大概中午时间 有很多网络大洗版说 有个人在沙田新城市广场的7楼 中庭一个顶顶的位置 大家已经看到我 红圈圈住 有个男人 幸好他不是穿着全黑 如果穿着全黑的话 我就担心他是那些首都里面的子民 是不是想回来呢 不是吧 首都帝国就出去复辟 是吧 幸好没有 这件事就没关系 因为最怕他在这个位置 大家还记得嘛 那些什么梁烈士 是呀 是呀 那些傻人 是呀 那些傻人 真是令人害怕 不过看到这个人 都伤心掩面痛哭 这个光头阿哥 当时很多网上就封传 就是说他是不是准备想做空中飞眼 你记得那里是7楼来的 是吧 为什么要选择做一些这么可怕的事情呢 有些什么是想不开的 你应该向人求助就不是解决自己的 你解决自己的问题也会存在的 不过可能这个问题会留给身边的家人 又或者去了其他人 遇到问题是应该要勇于面对的 是 积极寻求解决方法 那发生什么事先 要看一看 看到他哭得很紧要 后来消防员 警方也去到现场 谈判专家再过多一点时间才到 不过看到这位阿哥都经常在哭 然后有自己打电话聊天 其实虽然说 搞了前前后后 阻了又阻了五个小时 然后他才愿意去到安全位置 看到他带了什么背囊 又说这样那样 走来这里 这样做 为什么呢 好了 终于知道他的身子 正所谓 人穷施救债 这位阿哥原来真的 对了 来到香港是打算追债 为什么呢 这位阿哥 原来过去来说 就做一些手袋和背囊的批发 不是做厂业批发而已 不过现在似乎做了另一间公司 就是Motorola 他和他42岁的太太 就在刚刚的16日的时候 就用双情证 就由天津来到香港 就住在太子间酒店 接下来23日就离开了 原来他在这个追债行动 就相当之强 他在19年开始 就路续向一个姓王的朋友借钱 借了180万人 真是相当之朋友 有啊 借了这么多钱 竟然不太还钱 不过对方就说 任何钱都没有还过 于是这位阿哥 这位光头阿哥 就打算找内地的司法单位 和新法部门帮忙 怎料又追不到 他挺有趣的 他为什么会来到香港呢 他就说是听闻 只是张湖传闻 就知道这位借他钱的姓王的路友记 说在香港就有户口 他只是香港户口 他不是人在香港 或者在香港有这些借钱 或行为 所以他刚刚在17日 就是星期三的时间就走了去报案 希望香港警方可以帮不帮忙 罪贩他这一笔烂账 怎料警方都拗牢 这件事是在内地借钱的 没得追的 对 香港的银行户口 债费跟警方不能帮忙 对吧 你要追债的可能要找财务公司才行 帮你追的 就像杜汶泽那部戏 本来是去追债的 后来做经理人 就是明星的经理人 就像那部戏 当然 我们要用一些合法的途径 千万不要找那些年轻人 最近没有很多年轻人去帮忙 淋一下别人的红油 不是写符那些红油 真的帮你铺漆那些 其他古怪那些 写大字 贴那些 那部戏我还记得杜汶泽说 没有搞错你这么笨 用手写的 手写就会被人认得你这些笔绩 千万不要这些 千万不要学习这些 怎样都好 香港警方帮不了他 所以觉得非常之绝望 警方拒绝了他 追不了 所以他在昨天的中午 走到沙田新城市广场 就这样做了 我们要谴责一下有些人 竟然在网络上出现很多人 还在说 搞这么久的还没跳的 这样说得对吗 不是说有儿子口行有 看到有人在 想企图跳 就在说风凉话 这种行为 是必须要严厉地谴责的 没错 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 或者倒霉的事情 就像他那样 没办法追到不救债 真的很倒霉 可能他想起 将来的生活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才想起 想起一遍 这样的情况 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发生 有可能 你现在可以说得 这样的风凉话 万一有一天 你又遇到一些 很倒霉的事情 到你可能 又想起一遍 人家又说 同样的说话 跳啦 快跳啦 你又会怎么想呢 是不是 对了 就是你说 人家 什么压制的时间 那你可以不看的 你可以走 不看的 是呀 你走开的 不是吧 真奇怪 别人不要阻止你 好律实说 是吧 很多人围观 可能阻止了你的道 你那条通道 那你就走过一些 是不是呀 是呀 这种心态 是很黑心的 在说风凉话 是神经病的 你不应该这样说 当然有些人 当是看电影 当然有些人打卡 然后就 贴上网 做网络记者 这些是OK的 千万不要刺激这个人的情绪 因为有些人看他下面 就开了个气垫 就觉得想看他 踏进气垫的情况是怎样的 难保踏歪的 是啊 有机会踏歪的 又或者 就是一个安全措施 是啊 不一定百分百安全的 那个什么东西 金钟天桥 梁烈士引号那个 他那时候也有个气垫 你记住吗 出了界 那个位置 有些问题 那些人还很贱 就说去消防员 这样这样 这些是相当之黑心 你不要这样抹黑消防员 因为路的问题 当然这个中庭位置 消防员都可以方便一点 就是 摆左摆右 摆东摆西 都算是OK的 那这一件事先 这位哥哥 虽然好像劝了他很久 但是其实他有一些时间 就在自己 跟自己聊电话 不知道跟谁聊 还是没有说过话 还是对方没有人 在扮认 还是自己精神失常 不知道 然后谈判专家 就跟他说 就是看看他有什么诉求 还是怎样的 可能他真的觉得 为什么来到香港 香港警方帮不了手 可能就是要慢慢解释给你听 就算香港 都是找那些 例如你少一点 你现在成两球资产港元 那就不行了 少一下钱债审财署 就是要细数 找这些 细数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 借钱这方面 就不是在香港发生的 所以香港也帮不了你 其实这个正常 不要说他在香港有个户口 难道他在香港户口 拿钱给你什么 难道没有理由 你一想就知道 这个逻辑 所以可能有时候 这位哥哥 是否要这样笑他 你想一想 没必要这么笑 你想一想 是失业 是没有工作 没有批发生意 做 现在是很惨的 但他以前有两球资产港元 借过给人 他以前是 有钱的 他身上不是说 没有钱的人 借得出来 对呀 所以这些人 就不要当我看猴子 这个真是很坏 很坏 幸好他在下午5点半再来 就在消防员和警员陪同底下 回到一些比较安全的位置 整件事都叫做 完美落幕 另外 昨晚我们看到 在沙基湾 就有一个女士 在马一座大厦的天台 的蟬逢 站在那里 哇 搞到消防 都要 走去开个气垫 要封路 令到电车服务 都变成了有些 暂停的情况出现 幸好 到了晚上10点左右 消防员成功把这位市主 拉回到安全的位置 在她的男性朋友 陪同底下送到医院看看 这就不是钱了 因为感情问题 觉得不太笨 所以就站在那里 也是那句 这些情况 如果有什么看不开 就不要在那里做出傻事 尽量找人谈谈 老实说 这些热线 有很多不同的 大家打他 真的有人愿意跟你慢慢谈 慢慢陪你谈 谈到你不谈为止 尽量希望帮得到你 就是这样 是的 可能会有一些 启发出来 或者 不可能直接帮到你 但是会给到你一些启发 自杀是那件很傻的事 对不对 没必要这样做的 记住 你不要打出去 好像跟你说完的新思维出来 你不要打出去敌志远的新思维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新思维 那些是政党来的 知道吗 政党方面的新思维 你们不是提供一些新思维 让我解决我的问题吗 这就不关事的 好了 怎么也好 我们今节暂时讲到这里 起码这件事 就叫做原本解决 还有哨机弯的单 都叫做OK的 记得大家千万不要想那么多这些 好 如果有些什么 一起留下言讨论 讨论 虽然我们主持未必一定会陪到你 但是 要有些神心的盲友 或者神心的听众 路见不平 整句你谈一下 帮下手 可能有些启迪都不同 没错了 这次在这里 大家记住 正向人生 这样才是积极过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